在這個世界上,生產咖啡的主要國家都分佈在北玫瑰線和南玫瑰線之間。 我們稱這個板塊為Coffee Belt。 它由四大洲份所構成,包括中美洲、南美洲、非洲和亞洲。 咖啡之所以有這麼多風味,主要因為有三個重要因素。 第一,品種。Arabica可細分為不同品種,而且它們都擁有著不同的基因,令它們有不同的風味。 第二,地域。由於咖啡種植在不同的地方,因為環境、氣候、土壤等不同的因素都會影響它的風味。 第三,烘焙。不同深淺度的烘焙都會帶出不同的特性。 除了產地出處,還可以留意它們的處理方式。 而坊間,上見的就有三種。 第一,水洗法。咖啡偏向較高酸度,和它的味道表現較為清晰。 第二,密處理法。咖啡甜度較高。 第三,日曬法。咖啡風味比較複雜,而口感純厚。 基本上了解這兩項資料,我們大致上可以知道咖啡的風味和基本特性。 再之後,不妨看看它的烘焙程度。 淺度烘焙,能以保留咖啡的特性和風味為主。 常見於手沖咖啡。因為我們喝手沖咖啡的目的,是想盡可能品嘗咖啡原有的風味和特性。 而深度烘焙,就會增加它的口感和煙燻味。常見在Espresso。 因為喝意識咖啡,我們一般都追求它的回甘味和唇口度。 在香港的咖啡店,我們經常可以發現以下國家出產的咖啡蹤影。 例如,埃塞俄比亞、肯亞和巴拿馬,大多數都偏向明亮果酸,屬於水果系列的特性。 而堅果風味類別的,就有巴西和哥倫比亞。 味道口感較為平衡和甘甜的,就有哥斯達尼加,尼加拉瓜和秘魯。 至於香草和甘甜的,就有危地馬拉,薩爾瓦多,紅刀拉斯和坦桑尼亞。 而最後,印尼和緬甸的咖啡,口感就會比較沉口和回甘味較重。 大家去到咖啡店的時候,不妨放膽試試不同種類的咖啡。 Precis,在爾緩的咖啡店。 謝謝提釋。 感谢观看